你是否遇上过爹位发言 是否气得面红耳赤 是否不知如何反驳 今天就让娱乐圈里那些伶牙俐齿的嘴T们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如何高效回怼爹位 2019年的综艺 我家那闺女一整个大型催婚催与现场 现场由爸爸欲出惊人 被伊丽静狠狠回怼 这位男士正是女星焦俊燕的父亲 他和焦俊燕的谈话更令人窒息 有一说一啊 素颜上镜长这样还要啥自行车啊 我看这老爷子也不咋收拾啊 怎么对这明明素颜也很好看的女儿 就极尽打压呢 随后老爷子又提起 虽然焦俊燕当场回怼 但他还是对父亲的话非常上心 因为他随后去见了自己的好友帕比奖 就聊到了父亲给的压力 甚至认为婚后女方需要放弃事业 随后帕比奖说这么一番话 对人来说最重要的 首先是自己 然后其次是你的伴侣 然后是你的孩子 然后是你的父母 首先是你自己陪伴自己的时间是最长的 之后的这一生 我是跟我的伴侣起过的 孩子和父母都是 你只陪伴他们走一段路 剩下路还是他们自己去走的 现场爸爸们对这段话的反应都极其的强烈 毫不疑问 第一位肯定是孩子 你爱是父母 自己放第一位 这是绝对不会的 这时大张卫一语道破天机 可是您跟您女儿去聊天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放第一位啊 因为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了 针对爸爸们给出的排序 大张卫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不是我没明白你们为什么孩子都第一位啊 伴侣比孩子重要多了 他们觉得伴侣永远不会离开他 他们觉得不重要对不对 此时一位爸爸斩钉截铁地说道 把伴侣排在第三个 已经排得很前面很前面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 大张卫二度精准狙击 还有物业的 物业的兄弟们都保安 八级位爸爸怼得鸭口无言 在古早综艺康熙来的中 也有一位超强的反地位达人曲家瑞 这一天康熙的主题是同居 只见几位男星开始大聊特聊 自己不喜欢的女方行为 此时曲家瑞坐不住了 我要疯了 我想说女人不看看 你们自己四个长什么样 你们凭什么讲这些 徐老师会说你就多说点 你们是谁讲这些话 那些女孩子肯定正翻了 美翻了 系列装的小眼睛肯定美翻了 我可以逼定有怎么样 再来再来 你们是什么 一定有批评他 救救我啊 这一波输出真是让人爽到天灵盖啊 说到康熙我就不得不放出小S的对跌连纱 因为胸部太小就把他甩掉 那个部分如果比较不OK的话 我觉得长久的话会有出一点问题 不然那个女生本来也就是 纯心想跟孙国豪分手 一芬就说 好想跟他分他超小啊 对 对 第一次 单情放下 好美 还是很可爱啊 就头发前面稍微整理一下好不好 你整个人才需要整理吧 你这个 Double kill 他胶原蛋白少 他Q感也不多 他这个地方 照着你脸才滑欸 那个地方看起来真的是太不丰饶了你知道吗 那你有照镜子吗 因为你很像骷髅头 是 对吧 Triple kill 年纪有你的皮就是比较松一点 你看起来太老了 又干又老了 Savage 小S的怼爹技法 盛在举一反三妙语连珠直戳痛处 让被对者在周围嘲讽又欢乐的嘲笑声中 颜面扫地 真是看到爽 看过综艺修罗场2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会被看青子气得牙痒痒吧 但你别说 他这怼人的劲儿放到怼爹 为这事上还挺带劲的 在综艺90婚介所中 直见一位看着身高不算高的男嘉宾 对一位女嘉宾说道 方便问一下体重吧 身高 就一块问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身高 看青子一听这问题就不舒服了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对身高这么介意啊 你的身高是很有优势是吗 我好担心他站起来一米九啊 男嘉宾解释道 算是完成我妈妈的处愿吧 因为我妈妈她的身高不是很高 你妈妈不高你也不高 但对于你们来说身高却是决定性的择我标准 你们听听这逻辑 另一位女嘉宾聊到自己对喝酒的态度 喝酒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我一个人的时候喝酒对我来讲也是他能给我陪伴 我跟朋友在一起喝酒的话快乐会加倍 近的现场一位男嘉宾连连摇头 我是不同意的 首先我是不喝酒 我最近有点过敏那种体质 你说在家自己微醺的话我可以理解 但是毕竟啊女孩子啊很多男生其实内心啊还是抵触的哈 比较那个庸俗的男生 这回看亲子炸了直接夺命五连鞭 吓得男嘉宾连连道歉 我错了我用死了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类又猥琐又跌位的言论更是让人大翻白眼 在素人与明星结伴旅游的真人秀综艺 各位游客请注意中 有一期泡温泉的行程 只见几位男嘉宾上下打量着刚换完衣服的女嘉宾 眼神中满是失望 你们很嫌弃我们嘛 我们打主打女生才好像是 就女生全全废 太保守了哈 泳装都不算 太熟了 太熟了 开不下去 也许说失望不是说惊讶 啊有人泡温泉穿这样啊 快快快 唱知识泡温泉不是错大倒 穿多穿少都不影响的好吗 女嘉宾们下水后 她们又继续猥琐说叫 穿着正常的女嘉宾们 仿佛做了什么上天海里的大事 离奇的是现场既然没有一个人敢回怼她们 欧阳娜娜实在是坐不住了 你们现在年轻男孩都不健身的吗 你们现在年轻男孩都不健身的吗 迎着全场的女嘉宾们哈哈大笑 男嘉宾们全都陷入沉默 随后欧阳娜娜又用一种鄙夷的眼神 扫视着全齿的男生 装死谁了 我不说 说到站在爹位顶峰的男人就不得不说 黄晓明 还记得那一年被名学支配的恐惧吗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听我的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今天犯错我 你们自己要罚自己一下 与黄晓明一同录制的秦海露找出了最完美的时机 狠狠回队 在一期节目中 中餐厅来了两位实习生 对就是这俩塌房的沃龙凤厨 根据节目的流程啊 这一期节目结束后要淘汰艺人 黄晓明提议投票 我想吴俊明投票了 这回知道搞民主了 秦海露突然开枪 我们不用投票了 你不是 你说了算不就完了 No 这时候你怎么不说了算了 当然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见 哦 黄晓明避重就轻 是我要当恶人 你们吴俊明投票 宣读我来宣读行吗 秦海露乘胜追击 这叫恶人啊 那我也可以当这个恶人啊 最后黄晓明又搬出民主大义 选的不是你们心中喜欢的那个 不是不太好吗 这回连王俊凯都不惯着他了 我们两个都喜欢 所以不存在喜不喜欢 这么多的回怼跌尾妙法 你学废了吗 那么好了 今天就盘到这儿 咱们很快再见哦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